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诺厨房 我是小诺 今天用一把面条比一个包菜分享到美食 鲜香美味又营养 我家一周吃五次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面条 拌个包菜 面条我一般选择这种丝面条 先把面条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包菜 把包菜的梗给它去掉 这个梗比较硬,影响口感 再把包菜切成细丝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拌个洋葱,把它切成细丝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火腿肠 把它切成片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颗小葱 切成葱花 两粒大蒜切成蒜片 再把它剁成蒜片 再把它剁成蒜末 一块生姜 先切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喜欢吃辣的可以再放入两个干辣椒 另外我又准备了五毛钱的绿豆芽 再加上一颗漂亮的小青菜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两颗母鸡蛋 用筷子给它搅散 搅散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水 水开后下入面条煮一下 煮面条的时候 往里面加上一小勺的食盐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更加的筋道 用筷子轻轻的搅动一下 水开后再加入一次冷水 再次把它烧开就可以了 烧开之后关火 然后把面条捞出来 再迅速的放到凉水里面过凉 一定要过凉水 这样面条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爽滑劲道 面条过凉之后给它控水捞出 放入一个大碗里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少许的红烧酱油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加入食用油能够防止面条粘连在一起 让我们做出来的面条根根非明 提前加入酱油可以让面条上色更加的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像视频中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到之后把鸡蛋液倒进来 用铲子给它翻炒一下 炒成这样的鸡蛋块 炒熟之后盛入盘中备用 锅中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加入少许的猪油 加入猪油可以使炒出来的面吃起来更香更润口 油热之后把小料倒进来 炒出香味 再把洋葱丝放进来 切好的包菜丝 黄豆芽 火腿肠 然后用铲子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再把面条倒进来 翻炒几下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蚝油 少许的鸡精 少许的味精 一勺白糖提鲜 适量的生抽提味 半勺十三香或者胡椒粉 然后用铲子快速的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化开 所有的调料炒匀之后 再把鸡蛋块加进来 准备好的小青菜也放进来 翻炒均匀 出锅之前再放点小末香油蒸香 再次翻炒均匀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看看这个颜色真的是太诱人了 上面再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 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庭版炒面就制作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诱人 看着就流口水了 面条爽滑劲道入味 味道正宗一点都不输给饭店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